自称60后前浪级别的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5月15号晚在上海与复兴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在一场活动上展开对话 张文宏称 经济不启动 前面抗疫成功了又怎样 经济和抗疫成为国家要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支柱 经济重启劳务情要有兴趣 所以这么多时间来 我感谢中国广大的网友 大家还给我一定的信任 知道我哪个是去商场 我也不是给任何人去推荐产品 而是认为这件事情更看意无关 张文宏说 现在全世界都关着的 但如果一直关下去 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得住 他认为 当大门打开时 中国会面临输入风险 但第一波疫情之后 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 事实上得到了极大提高 对于备受关注的疫苗 张文宏认为 疫苗出来与否取决于新冠病毒 在这个世界上 是准备长期待下去 还是准备像SARS那样过短时间消除掉 但如果一直待下去 我们最终要靠疫苗才能战胜疫情 百分之百最终我们要靠疫苗才能战胜这个疫情 但是问题在哪里 我现在已经算过了 比较快的明年3月到6月份 再扩大生产 全球开始接动 你也听到年纪 如果明年出来 它是后年年纪 所以在两年时间内 我们的世界怎么运转下去 怎么活下去 这个是关键 活动现场 张文宏还指出 按照医学上对传染病这么多年的防治经验 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传染病 基本上在两年左右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控制跟完全的消失是另外一回事 哪怕在明年 我们就是对这个疾病不能完全的根除 但是人类一定有能力可以控制它 我们再坚持一下 我们再坚持一下 到明年的年底 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转机就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